人工智慧技術融入了許多領域 帶來了優越的效能與成效 例如醫療、金融、多媒體等等 面對此AI熱潮很多企業反應來不及 只有結合學校的力量來共同研發核心技術 建立本土自由技術才能度過此難關 目前的AI平台主要是以NVIDIA為主 對國內的廠商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修改深度學習之基本研算法 讓AI技術能做在地化發展 能對極小物件偵測 並開發低成本、高效能、智慧、視覺辨識系統 例如人臉辨識、手勢、動作、行為與場景辨識等等 前瞻、A-DAS駕駛輔助系統、汽車紋流辨識系統等等 可以應用到醫學如血液與腫瘤分析上面 藉此核心關鍵技術之研發 希望能提升臺灣在智慧產業的戰略高度